哈喽大家好,我是班达,我是华尔克本,期待观众来的关键 一把财磨的杰克,目前国服第一杰克,胜率81点几 要命了这么高 前锋律师昆虫祭司 那上来遇到律师的话很像 他带的是一个传送,但是没有带脆火 排点找律师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 因为这刀阵容 打不一定好打 但是打防守我觉得还可以 这边选择抓前锋吗 选择抓前锋也行 但抓前锋呢 收益终究低了一点 如果能找到律师我觉得 不过他这边可能考虑的更多一点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局也是看残梦上来抓前锋的 没刀物人没打到 抓律师有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律师他是开图的 你去找他,他是知道的 如果说律师防的好的话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律师刚才也是一直在看地图的 从他的一个地图消耗量来看 就是他在判断杰克有没有在找他 祭司已经拉着大洞了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一刀 要打掉这个洞 误刃是一定会消耗掉的 两刀误刃啥都没打到 这局杰克有点难打哦 得从后续的一个防守节奏来看了 这里的话律师进了医院 开着图跟你绕 杰克不带插眼 不一定绕得过他 外面的话昆虫 昆虫这个太难抓了 杰克抓昆虫 你这个误刃就 就就就白白的消耗在这虫上面 局势上来讲的话 其实已经是一个杰克的烈士局了 因为杰克的杰克这个角色 他的一个容错率其实蛮低的 一旦前期节奏不好了 只能想办法保平 他要去真是 需要太多的东西 需要太多的东西 昆虫这边是拿虫子挡住口 误刃一刀 没追到 那看后续怎么保平吧 这边的话蓄力刀 三二一 走你 没打到 砸个头 好的 这时候我觉得可以传送了 可以传送了 把板子一破 然后误人好之前 把这个虫子先给打了 以防后续 然后传送 传送这个时候 如果能找到前方的话 其实也不错 找律师也可以 找到了谁 找到了律师 误人好了 一刀先打 哎呦 这刀没打住 那真的 烈的开中开 加中炸 律师往中场走 误刃五秒钟 要一刀误刃 平地误刃 不插刀 然后再打一个格树刀 然后再补一刀 漂亮 这一刀打这个树的话 一定是不会插刀的 就跟格强刀一样 但是他需要判断好律师的位置 那还行吧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说穷者机子修了很多 但是杰克他还有一个翻盘点 就是防守 就是防守 压到了一台机 还有的打 还有的打 不算啊机子 现在的话五台机子都超过50%的 但压住一台 所以说穷者这波救人 得要卡半救 卡半套上薄命 昆虫来吗 昆虫这边动起来了 前锋这边也动起来了 有点难搞 就昆虫一来的话 就你这个误刃双刀 不一定打得出来的 就昆虫就绕你 你怎么办 前锋拉球 没撞到 误刃飘 好的 再补 哎呀哎呀哎呀 双岛也不够啊 这个双岛真不太够 这个双岛卡半救下来 我觉得趋向于一个私人开门战 因为有祭司 祭司到他待会修上一台机 他可以连大洞一台机 然后让昆虫来救人 或者说祭司把洞连好以后 祭司去救人 这波双岛虽然说打出了一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我觉得不足以让杰克翻盘 刚才那波如果救不下来真的翻盘了 现在的话祭司这边这台机子补掉 最后的机子昆虫这边补 有机会再挂回去 还是能挂回到这边的密码机吗 这手机子如果说能压到的话就还行 机子能压到的话就还行 看九者这边有没有博命了 祭司还有一个博命 祭司还有一个博命 得帮帮扛刀 这边压到机子的话倒真的是蛮关键的 这手机子压住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线机会 对于杰克来讲还有一线升级 一刀无刃 飘住 有博命的 那只能打前锋了 前锋还帮忙扛 他这边是选择打一个律师要挂飞 打前锋 我刚刚觉得其实打前锋也不错 因为前锋上面有博命 把这前锋给秒了挂上 律师放走 然后逼他们求着外面重新起态机子 应该不会再有博命了吧 律师倒地 这边能挂上吗 机子的话应该差不多要亮了 好就差不多要亮了 三人开门站 前锋教自己 而且就在脸上面 好像有机会能翻盘 好像有机会能翻盘 不得不说 残梦在这样的一个大猎情况下 这种大猎能翻盘 其实对于监管者心理上面来讲 是要求很高的 因为我们观众 大家打监管者的观众 应该能够感受得到 就是有的时候你烈士局了 心态崩了 有些好的操作就打不出来了 就有一种破罐子破碎 漂亮 这哪有 这越打越猛的呢 你看他是不是越打越猛 前面的巫人都没有中 后面打 无论是打前锋 还是打祭司 乌刃全是中的 只不过第二刀没有能补上而已 这的话祭司 手里应该是有大洞的 刚才没交过大洞 所以这边祭司 是想前锋开完门以后 交大洞 这边的话能不能传 顶过去传回来 宝平真圣 如果传的话呢 我觉得迎面更高 因为前锋是交自己的 接一个大洞 乌刃飘不飘 乌刃 乌刃 乌刃飘 没飘到 没飘到 船回去 这边的话排 祭司的位置能排到吗 排到感觉也有机会 祭司手里面只有一个洞 祭司想走门想走地窖都比较远 这边 耳鸣 耳鸣 两秒钟 残梦的打法还是偏稳 还是偏稳 他这边压住这个位置 先不让前锋来捞人 然后等到昆虫这边挂飞以后 利用最后的挽留时间 来找到这边的祭司 完成一个三抓 这个洞 打掉 然后踩一脚雾气 静隐身 找到这边的祭司 祭司这边只有一块板子 骗骗骗 骗红光没能成 挽留快要结束了 挽留快要结束了 这里杰克 雾刃 马上好 地窖在踢墙 有点远 这样的话应该是要吃一刀雾刃了 吃一刀雾刃 然后踩着 雾气静隐身 封住你这边的走位 压住 完成一个再红光让 漂亮 这局翻盘翻的是真的很漂亮 核心还是压住了密码机 核心还是压住了密码机 那从结果上来 马后炮的角度来讲的话 当时如果说 律师这边被救下来以后 死命拉走 远离这台机子的话 穷者应该是有机会 能打一个四人开门战 然后增三跑的 当然这个是马后炮 毕竟是路人局 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好的一个配合 感谢大家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了密码机 我们下期再见 好